同学好,现在进行的是生教组的新生训练资料 提醒同学进入到校园,务必确实佩戴口罩 还有确实正确洗手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这三点有违反,全校的教职员工都会立即的纠正你 首先跟同学分享的第一个就是首识 同学从幼稚园、国小到现在进入国中 已经有非常多首识的经验 另外你去补习班的时候也是要首识 不然的话人家课程都要结束了,你才到 你把家长的钱丢入大海,这样子人家也不会跟你补课 务必记得你的手机、你的闹钟、任何的设备要将它设定好 学校可以进入校园的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到早上七点三十分 整整三十分钟的时间让你优雅的到校 同学如果从住家到学校的路,你不是太熟悉 现在可以开始请家长带你到附近走走,熟悉路况 另外提醒同学,上学期间只有北正门还有南后门是开放的 东侧门我们是提供给老师开车、骑车、上班使用 同学是不可以走东侧门的 南后门开放的时间只到七点三十分 七点三十分钟声响,我们就会开始关铁门 七点三十分南后门的终身响,我们就会开始关铁门 如果你违规要把铁门扳开,会有校规的陈储 所以终身响之后,一律都只能走学校的正门 那终身响完毕,我们会开始登录今天迟到的同学 并且给予正向管教,教导同学如何设定闹钟 以及如何改变这个坏习惯 如果你是需要家人接送的,那么你可能要提早告知你的家人 你起床的时候,家人也要起床 这样你们才有办法同时的一起出门 再次提醒同学,学校上课的时间从早上七点到早上七点三十分 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你从容的从家里出发到学校 无论你是走路,骑自行车,家长接送,或者是搭乘公车都应该足够 那迟到的定义在学校这边是七点三十分 终身响闭之后,尚未进入到校门 如果你在终身响闭之后没有进入到校门 我们的正门会开始登记迟到 那南后门跟东侧门 东侧门是不提供学生上下学的 它是专门供老师开车 车辆进出,所以你不可以走东侧门 南后门的话只开放到七点三十分 铁门也会关起来 如果同学趁机从那个细缝钻进来的话 它会有校规的陈储 所以同学务必记得迟到的话 你就是直接从正门做登记 然后之后思考看看怎么样你不会迟到 在正门的时候我们登记迟到 然后也会提醒同学看看明天后天是不是可以 不要再做迟到,然后提醒你如何把自己的时间做管理 希望你在国中三年能够学到守时 而且做到,知道并且做到 后续还有非常多的宣导主题 请同学务必确实的聆听 如果需要的话拿笔跟纸将它记录下来 不清楚的开学之后可以到学务处或者是询问你的班导师 仁爱国中欢迎你们的加入 期间公司这一步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3听说的 少年人最新的天使错误 苁入口中欢迎你们的 可能接触到一桌子